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拌了豆腐皮卷成卷切成细丝 已经洗好的海带丝切成小段 先把西红柿划两刀 用热水泡一下去皮 再将去皮的西红柿切成片再切成小丁 锅里倒上油 把红柿皮炸一下 夹着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来备用 锅里热油 大葱炒香 炒出香味把西红柿倒进锅里炒烂 差不多倒点水进去 把海带放到锅里大火煮八分钟 时间到了 把豆腐皮也放进去 再次把汤煮开 煮开 把准备好的淀粉水倒进锅里 小火熬五分钟 熬的时候打一个鸡蛋 把鸡蛋搅匀 等会放调料 放一勺盐 拌上鸡精 适量生抽和香醋 拌匀入味 最后拧上鸡蛋液 把鸡蛋搅散就可以出锅了 吃的时候把炸好的红柿皮一起吃 味道更香 喜欢的朋友请帮忙点赞转发 加关注哦